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是星期日,8月14日 欢迎来到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 福音是可证明的 我们翻开圣经 西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迹象、歧视 并用各样的神迹和圣灵的礼物 向他们做见证 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 许多年前,我作为一名少年 我在学习耶稣基督和他来要做什么的信息时 我想,如果耶稣需要用神迹、迹象和歧视 来证明他所传的好消息 并且使徒们也照着做了 那么我就需要做得更多 因为我将向一个不明白这些神迹的一代人传道 我需要向他们来证明 耶稣基督是活着的 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 如果我不能证明这一点 我怎么能使他们幸福呢 神希望我们能够证明福音的信息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称我们为见证人 圣经说 但圣灵临到你们之后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成为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 谁是见证人 是有证据的人 不只是道听徒说 而是他们是有第一手证据的人 当你领受了圣灵 你就领受了能力 能够见证他的真理 死和复活的能力 有了这种能力 你可以做与耶稣一样的事 正是这圣灵的能力 在他里面运作 使他做了神的工作 耶稣带来了改变 现在你也可以 因为你有他的名 且他的能力在你里面运作 他的灵和生命 在我们里面证明了 他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活着的 我们必须用神迹 迹象和启示来证明 当你今天把福音 带给你的世界时 要带着这样的意思去做 你已经被赋予了能力 可以带出证明耶稣活着的证据 赞美神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今天通过圣灵和神的话语 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能力 我使自己降服于圣灵和神话语的教导 激发和充满 带着你神圣的同在 去影响我的世界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想要了解更多 请参考一下经文 使徒信传 使徒信传 神圣灵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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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灵的爱 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祂并祂的圣名,我重生了,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